今天咱们来说一个好玩的话题 说说朱元璋最荒唐的儿子 有明朝第一恶王爷之称的朱贵 这俗话说龙生九子 九子各不同 是吧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没有一个不是后宫家里无数的 那娶了媳妇多了 儿子当然也就更多了 但是这么多儿子里面 那肯定得有高低上下呀 是吧 就算是大部分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都有这个治理国家的天赋 但是肯定得有几个是那种不争气的 是吧 是混日子的 就连大名鼎鼎的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可避免 他生了那么多儿子里面 其中有一个也是一个荒唐儿子 就是他的第十三子 第十三个儿子 朱贵 这个朱贵啊 不像别的兄弟一样 文桃武略样样精通 朱贵这个王爷 这个朱元璋的儿子 只在乎一件事 那就是怎么玩 怎么让自己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史书记载 朱贵这个人 是不学无术 胡作非为 被称为明朝第一 恶王爷 那接下来就来说说朱贵的故事 先来讲讲他的来历 关于朱贵的来历啊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民间故事 那是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 还没当皇帝的时候 在打天下的时候 有一次和敌军作战 受了挺严重的伤 但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 那没办法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寡妇家里养伤 那个寡妇对他还挺好 后来在这个寡妇的精心照料之下 朱元璋的伤也很快就痊愈了 伤好之后 朱元璋就告诉寡妇说 天下还没有平定 我还得必须马上回去打仗 但是朱元璋在寡妇家里养伤的时候 因为和这个寡妇嘛 是吧 孤男寡女 朝夕相处 干柴烈火 一点就着 那慢慢的俩人就天雷 勾动地火 发生了这个一夜情 用现代话说一夜情 那时候啊 就是 那时候也就是 平水相逢 游了雨水之欢 当然了 作为一个寡妇来说 兵荒马乱的 有一个男人 那当然好啊 不舍得朱元璋离开 想和朱元璋一起好好的过安生日子 但是朱元璋是什么人呢 岂能把一个小女子放在心中 是吧 胸怀天下呀 人家是要去打天下的 所以啊 就说什么也得离开 朱元璋临走之时 那个寡妇就对朱元璋说呀 我们现在跟夫妻一样 你就这么要走 你的心不会疼吗 我要是有了你的骨血 是不是你也不想要了 朱元璋一听这话呀 就从桌子上顺手 拿起一把梳子 踏盘 掰断了 从中间给劈开 然后啊 递给那个女人一半 对了寡妇说啊 哎 我也舍不得你呀 但是我必须得走 如果以后 有什么日子难过的时候啊 你就拿着梳子来找我吧 再往后来 朱元璋果然一路顺风顺水 当了皇帝 这寡妇一看 当年的这个老情人当皇帝了 于是就按照朱元璋当时的承诺 就拿着半把梳子 就去找朱元璋 朱元璋喀巴一对 哦 对上了 再多好啊 果真呢 朱元璋就没有耍赖 也履行了当时对这个寡妇的承诺 寡妇对朱元璋说 当时你走的时候 我就已经怀孕了 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你看儿子都这么大了 朱元璋一看很高兴 就马上封了这个孩子为代王 当然了 这就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广为流传的半叔寻亲的故事 寡妇和皇帝 是吧 这个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民间传说 当然了 这个词是传说而已 实际上呢 实际上哪有什么寡妇呀 朱元璋的这个儿子 朱贵的亲生母亲 根本不是寡妇 而是元朝末年红金军首领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女儿 郭子兴的女儿 那也是明文之后啊 当然不是什么寡妇 所以啊 朱贵根本就不是什么寡妇生的儿子 他是郭子兴的亲外孙 而且还是大将军徐达的女婿 朱贵的兄弟兼连金 朱元璋对他那也是比较高看一眼的 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 稳定了自己的江山 他想的就是把整个国家怎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啊 就想了一主意 就把各个儿子都分封城王 派到不同地方去 给他们当地的兵权 给他们封地 当然还有金银财宝 让儿子们替他守着天下 然后让他们各自发展 这个朱贵也被分了一片地方 分到哪了呢 就是如今的山西大统 当时赐给他的爵位是戴王 戴王 当时朱贵首领有两万多军队 那也够他威风一阵子的 而且啊 朱贵也确实不负众望 当然了 这个众望就是打引号了 不负众望 刚一到大统 不是想着怎么发展自己的势力 人家朱贵就开始修建行宫 并且完完全全是按照皇宫的标准来修建的 那在古代 除了皇帝能享受这规模 他那不是造反吗 底下的官员也是敢怒不敢言呢 不敢说话 话说朱贵啊 就在山西这边啊 就开始折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但是朝廷那边后来又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呢 这朱元璋年龄大了 临终之际啊 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 朱允文 而朱允文也是个很谨慎的人 一登基就觉得 这不保险啊 自己的皇位不保险 因为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自己的叔叔们 这个分封割据啊 是吧那那哪行啊 是吧权力太大了 于是啊就开始削弱叔叔们的兵权 能废的基本上全都废了 甚至有些看不顺眼的就直接找个碎名 网上一扣 这倒霉的朱贵 这时候也不能幸免啊 就干脆直接被贬为贫民 当了贫头老百姓了 朱允文这个打击面就太大了 对于各路王爷的消翻 这让很多王爷就不满 其中有一个老四 是吧 这个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 就尤其是非常不满 就干脆接纲而起 直接起义了 不是起义啊 直接造反了 就领兵和侄子打起来了 而且到最后啊 越打越顺 就直接干脆领兵打进了南京 把侄子给打跑了 朱允文最后啊 在皇宫里面放了一把火 据说把自己给烧死了 当然了也有传说 说是借了这把火呀 朱允文就跑了 所说言之是找不着了 就这样 朱棣就当了皇帝 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啊 他和朱元璋 很多地方很相似 比如在这个深谋远律方面 于是啊 他就把各路芳王的权力 都给恢复了 其中也包括了朱桂 虽然朱桂这个王爷啊 是一个荒唐王爷 啥都不会 啥都不懂 啥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朱桂和朱棣之间 还有一层关系 除了是亲哥俩之外啊 还有个关系啊 是连金 因为他们两个的王妃 娶了老婆 是亲姐妹 都是徐达的闺女 当然了 多了这层关系 那肯定得多照顾一点 但是啊 朱棣也知道 这个朱桂 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曾经当地啊 有好几次 有官员上书 要告发他 胡作非为 只知道折腾 一点好事不干 整天花天酒地 鱼肉百姓 但是啊 朱棣也就是 只听听而言 对朱棣也很是包容 有时候实在是 看不过去了 就下旨问他 文帝送路取财 国人甚苦 告者数矣 且王独不计 见闻时矣 什么意思呢 听说兄弟你啊 在地方上不干好事 啊 这个娱乐百姓 只顾发财 当地老百姓 都让你给折腾坏了 好多人告你状啊 你就忘了当年 见闻帝是怎么治你的吗 告的人多了 朱棣啊就决定 这个象征性的表示一下 照他入朝啊 准备把他给叫过来 骂了一顿 但是第一次让朱棣来 朱棣竟然没来 啊 说什么不去 朱棣不干了 啊 我让你来 你还敢不来 又下诏让他来 朱棣一看 这当哥的是有点不高兴了 那那算了吧 去吧 正准备来的时候 朱棣 在北京这气也消了 也反应过来了 哎呀 算了 这荒唐家伙 没必要管他 就就就 算了 别来了 就象征性的处罚了两下 也就由着他去了 不过啊 朱棣啊 还是在有些方面 限制了朱棣啊 比如这一次 恢复了朱棣的 代王的王位 啊 顺便啊 把他的两万人的军队 给收了 只给他留了 一百人的护卫队 但是朱棣 也没有生气 也不恼 也反正朱棣人家 至不在此 啊 至在吃喝玩乐 啊 就带着这一百多人 就继续修建 自己的王府 眼看着这王府 修建的金碧辉煌啊 跟皇宫一模一样 后来这事啊 又闹到朱棣那儿了 朱棣一听啊 你这 你这不是欺君吗 行了 行 算了 跟这荒唐家伙 吃什么气啊 忍了吧 可是没过多久 又传来一个消息 朱棣这一次 更过分了 居然 在他的府里 开始修九龙壁了 九龙壁啊 故宫里面有这个 是吧 那可是皇家的象征啊 这下子 朱棣怎么也 也不能装着没看见了 就下令 朱棣必须进行整改 见朱棣动了真火了 无奈之下 朱棣 朱棣呢 就只好整改了 怎么改呢 就把九龙壁上的龙啊 他也不舍得给拆了 你要别人 一向皇帝发怒了 那肯定 二话不说 九龙壁赶紧给拆了 可他不 既然已经盖好了 又说什么 也不舍得拆 那怎么办呢 就想了一主意 就把这个九龙壁上的 龙啊 本来是五爪金龙 是吧 九条龙 五爪金龙 五个爪子的 哎 每条龙啊 去一个爪子 就变成了四爪金龙 这就表示 我比你皇帝低一级 那总行了吧 朱棣这一生啊 身为明朝王爷啊 可以说是 啥好事都不干啊 只知道吃喝玩乐啊 只知道这个发财啊 升官吧 无所谓 反正都已经是王爷了 生不了官了 只要能发财就好 据说在他所管的地面啊 是歌舞业特别的发达啊 这个歌女舞女特别多 那就是因为他喜欢 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朱桂甚至还不老实 经常带着儿子们便衣出行 据说出去的时候 这个袖子里啊 过去了长袍大袖吧 袖子里还藏着铜锤铁斧 见谁不顺眼 亮出家伙就打 你看王爷 你干这事 而且他那个王妃 戴王妃 也好像也不是什么好鸟 仗着自己是皇后的亲妹妹 也不含糊 你看既然朱帝都不能把朱桂怎么样 那后来的皇帝就更不想招惹他了 反正啊这个朱桂啊 能让人记住的就是他留在大同的那个非常华丽的超级华丽的行宫 但是有一点他活的时间很长 竟然活到了72岁 这在古代那简直是个奇迹了 而且啊他先后经历了朱元璋 朱允文 朱棣 朱高志 以及朱祁镇五代皇帝 也算是见证了明朝历史的一个王爷了 他一直到了明英宗正统十一年才死掉 那算起来他已经是明英宗的曾祖父了 你看这跟哪说理去 有时候啊魂囚的寿命反而更长 哎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朱桂啊 从小锦衣玉食 毫无争权夺礼之心 一门心思只突兀享乐 毫不在乎自己的兄弟们是争夺皇位啊 还是在干嘛呀 总之反正我就在我自己的风地里 开开心心的喝酒作乐 你看也正是这样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 才让他活到了72岁的高龄 不过这也告诉我们 人哪只有尽量减少自己的忧虑 每天开开心心的才能长命百岁 您说呢 您说呢 就是这个方法 那是这个方法 我进一步的头稳